今天是东盟中国进出口商品博览会的第二天 在泰国曼谷的蒙通塔尼国际会展中心内 依旧热闹非凡 来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014东盟中国进出口商品博览会6号隆重举行 来自中国大连、四川、贵州、广东等16个省市的300多家企业 向泰国业界展示优质精良的中国制造 博览会展出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 展品涵盖了建筑材料、机械电子、农业食品 医药化工、轻工产品等5大专区 集中展现了中国各行业的新成果、新技术、新产品 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理相邻、文化相通 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历经10年历程硕果累累 贸易额增长5倍、相互投资扩大3倍 开创了合作的黄金10年 未来还将继续创造新的钻石10年 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4大经济体 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 中国政府已经把2014年 确定为中国东盟友好交流年 东盟卫视MGTV记者赵俊奇、高东东 泰国曼谷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